为什么日本人和韩国人都不爱睡床呢?理由让网友们全都脸红了。 日本人和韩国人都不怎么喜欢睡床,而是喜欢打得扑,席地而坐,中国人则喜欢睡床,并坐在凳子上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中国文化大量传入到日本和韩国,有两个高峰期,一个是秦汉三国时期,另外一个是隋唐时期,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生活方式继承的基本上是中国秦汉时期的文化,而政治制度等比较高层次的文化继承的则是中国隋唐时期的文化。 所以,我们常说日韩文化有汉唐一封,原因就在这里。 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以前,基本上都是席地而坐,席地而睡的。 一字,折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,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到中原的,一字,折腾传入到中国以后,中国人的起居方式逐步由席地而坐,席地而睡改为坐在椅子上,睡在床上。 在隋唐时期,有时候是席地而坐,有时候是坐在椅子上,到了宋元时期,则全部改为坐在椅子上,睡在床上。 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度发达的高租家具文化,其实都是起源与宋元时期。 后来的日本人和韩国人,为什么没有改变自己的起居方式呢? 笔者以为这与日本列岛、朝鲜半岛的面积有关,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,山地比较多,耕地面积非常少,居住空间有限,这导致了日本人和朝鲜人在空间观念上都有缩小意识,特别是日本人的缩小意识非常的明显。 自古以来,日本就是一个岛国,在它的西边有一个强大的邻居,中国,甚至王室高丽,李氏朝鲜有时候也比日本强大,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,日本的国家实力开始超过中国,但是呢? 又面对住心的强林,那就是俄罗斯和美国,再加上日本本土资源有限,地震,火山频发,所以日本人与生俱来有一种岛国意识,这种岛国意识催生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,同时也催生了日本人的缩小意识。 日本人的住房面积都比较小,喜欢睡在太太米上,这是空间观念上的缩小意识。 日本人的缩小意识,也体现在经济领域,比如日本人喜欢把电子产品做得小而精细,日本生产的家用电器也以小巧耐用主称,日本生产的汽车,底盘比较轻,比较省油,这些产品在全世界受到一些人的欢迎,市场份额比较大,给日本带来了不少的经济利益。 我们都知道,日本人常年都是睡在地上的,而在日本应该看不到床这种东西。 日本的文化很多都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唐朝,但是在一千多年后的现在,中国都已经开始睡在床上了,为何日本人还是坚持地睡在地上呢?难道他们不怕潮湿吗? 他们酷爱睡在地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其实在唐朝时期,草习并不是人们的最爱,在唐朝人们就已经开始睡在床上了,也是当时唐朝的主流,但是这个主流却没有被日本人带回去。 日本的使者带回去的却是已经在中国慢慢被淘汰的草习,就算当时没发现主流的床,但是终日交流还是很频繁,按理说他们也知道了床这个东西,但是却还是坚持使用草习,这让人感到不解。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,那就是因为草习比床更加的适合日本,毕竟日本人也不是傻子,如果草习不适合他们的话,也不会使用这么久的。 日本领海,空气湿度比较大,草习就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隔粮隔潮,这对于日本人来说简直就是宝物一样的存在。 其次还有日本人较多,但是日本的空间却很小,因此使用草习既节省空间,还非常便宜,不失为一个物美价廉的选择。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日本的地震频繁,而直接睡在地上可以很好感知地震,这样就能更快地逃命,比起睡在床上的舒适,还是性命来得重要。 所以基于以上的各种原因,日本就迷糊开中国传统的草习了,不得不说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去的。 就连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的木鸡,也是在唐朝时期从中国学去的。 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清华这种情况的发生,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可以说帮助了很多,但是他们最后却最喜欢侵略中国,或许他们是不想承认那些文化都是从中国抄袭的。